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题和标题 这将使您对本章或本节中介绍的材料有所了解 并有助于您在阅读时对这些材料产生心理印象 二 第一次快速阅读本节中的材料 以选择基本概念 请勿尝试记住或写下具体细节 只是对阅读中讨论的内容有所了解 三 仔细阅读本节 并在阅读时做笔记 如果一段很复杂 请阅读一段甚至几句话 停下来 想一想您阅读的内容 这是RST方法 阅读 停止阅读 并花几分钟来消化材料 然后考虑阅读的内容 解释材料 用您自己的语言表达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您甚至可能想背诵大声朗读的内容 当实际上将想法记在纸上时 许多学生会发现思考部分更容易 不要尝试写所有内容 只需写一些简短的短语即可使自己想起自己的想法 四 确保查看图形 图表和插入内容 一张图片或图形可能包含很长一段中所包含的相同数量的信息 并且更容易解密 请务必阅读所有标题 五 在笔记中以您自己的词记录所有粗体字及其含义 如果教科书的作者和出版者竭尽全力加粗字体 他们必须很重要 六 阅读完毕后 总结一下刚朗读的内容 您讨论此问题的能力将成为确定您是否理解所读内容的真正考验 七 在浏览几次文本 尤其是在讲课前后补充课文内容的情况下 八 尝试整理所有笔记以创建整体 将您的课堂笔记中的信息添加到您的文本笔记盒 或将您的文本笔记中的信息添加到您的课堂笔记 如果您在笔记上建入内容 就可以轻松完成此组合 从而使自己拥有该章 单元所需要了解的所有内容的整洁 有条理和完整的副本 遵循这些学习技巧 并保证获得直接的A 感谢您观看我们的视频 评论 顶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现在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